我们现在谁在当家 都不知道谁在当家 谁在当家 家不是都有一个主人吗 那我们这个身体的家 哪一个在当家 是眼睛在当家 还是耳朵在当家 还是鼻子症在当家 大部分都嘴巴 嘴巴在当家 嘴巴要吃要收 嘴巴在当家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 被六根占据在当家 所以子人不生不昧佛性 都出不来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被这个感官 已经占据了 所以照了很多月 感官一旦一口气不来 他不负责任的 负不负责任 一口气不来 这个所有眼睛耳朵 鼻子嘴巴身体意念 拍拍屁股走人了啦 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后 所以我们就要把佛性的 请出来当家 有佛性的 做主 这样容易不容易 容易不容易 请佛性出来当家容易不容易 眼睛看到的喜欢看 假如说不符合真理 就不要让他看 耳朵听到 喜欢听的不合真理 不要让他去听 这样可以吗 鼻子闻到香味 嘴巴喜欢吃 不合理了 不要让他吃 可以吗 真的吗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就会省掉很多那个 不必要的那个 绝恶炎 你看我们吃 吃乙吃肉 那个他都很不甘愿 那我们吃了他以后 要还债的 划不来 所以闻到虽然说 满香味 那个炸鸡排 现在很多人胖得不得了 都是吃那个 胖起来的 都是那个炸鸡排 鼻子闻到 嘴巴都想吃 脚都在走 走去买 谁在当家 有没有发现谁在当家 有哦 要不要再让他当 不要了 对 就是要请我们主人 出来当家 不口语 哦 那个会跟他结恶炎 这个 吃人半斤 得他害人悲逆 是不是这样 要不要玩啊 要 所以我们不要跟他结恶炎 就不要吃了 他也是啊 众生啊 那我们哦 这个 肉肉强死 我们比较聪明 会把他杀来吃 他就倒霉了 现在那个台北 那个忠诚纪念堂 在展览那个世界最大的恐龙 那恐龙要吃谁啊 要吃谁啊 要吃谁啊 是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给他哦 这个塞一个压缝嘛 对不对 我们愿不愿意啊 不愿意 我们一定记得 你给我吃 你给我记得 有一生我一定要讨回来的 所以哦 所以哦 就不要 哦 跟人 众生结恶炎 哦 你就是了解到了 在完成的时间啊 是很短暂的 哦 不够百年而已 一转眼就够去了 那我们在这个短短的百年之中啊 造了好多的罪业 造不造罪业啊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自己在造罪业啊 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啊 很多都没有复合真理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是知道 不复合真理 可是哦 哪个地方不复合 还没有研究出来 是知其然 还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呢 就是要了解 我们在研究的 性理心法 全部呢 让我们能够呢 明信见信 心明因果就不美 见信成佛就无疑 或者都一再讲 结队 结队是这样 明镇 感谢观看